第十三章,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 要争取这三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 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因为创造这三个条件,而努力奋斗。 话说,1950年5月中旬的一天,一名卫士抱着一些礼品和信件,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把东西小心地放在桌子上,高兴地说,主席,你看这是什么? 毛泽东打亮着桌子上的礼品和信件,小声数着两只火腿,两只板鸭,一大包海米,他严肃地交代说,信,我收下,这些礼品交给杨尚昆主任处理。 卫士说,不行,这是杨主任交给我的任务,就在这时,另一个卫士也提了一个袋子走进来,说,主席,这是杨主任刚才要我转交给你的。 毛泽东生气了,说道,今天,你们这个杨主任怎么了?是不是有意让我违反党的纪律啊? 杨主任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口袋非你处理不行,请你先看信,后座处理。 不看,一并退给杨主任,主席,这封信你不能不看。 一脚踏进门来的杨尚昆说着,走进毛泽东,又说,否则,我们怎么向这位吃了一辈子苦的妇女交代啊? 怎么回事? 毛泽东疑惑地问,杨尚昆从那的袋子里取出一条毛围巾,一双毛手套,还有一封信。 他把信放在毛泽东面前,说,主席,你看了他写给你的信,就明白了。 说吧,他转身出去了。 毛泽东打开信,只见上面写着,我出身河北省济县一个贫农家庭,家中无地,租种地主的地,一年到头,出去交租,所剩无几。 父亲得了肺病,还得下地,做小饭,不够吃,我每天都得去挖野菜,一过年节,父亲只有外出夺债。 一家十一口人,病死击死了九口,只剩下我和母亲。 以后,我鸟俩来到北平,给人养兔子,仿线,过着受剥削的生活。 日本鬼子的侵略,国民党反动态的统治,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米家一天三涨,生活没有保证,日子实在难熬啊。 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北京解放了。 人民的领袖毛主席,1949年春进了北京,10月1日,在天安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我的心里高兴极了,那一天我代表着街道居民参加了庆祝游行,幸福的第一次看到了毛主席,幸福的流下了眼泪。 天气渐渐冷了,我想着毛主席冷,就动手剪下自己养的兔子毛和以前收着的一些纺程线,织成一条围巾和一双手套。 要把这一自己的劳动成果作为礼物,献给毛主席。 毛泽东看把署名为张秀卿的来信,站了起来,捧起那条毛围巾和毛手套,有些激动了。 看着看着,两眼渐渐湿润了,感叹道,这是老百姓一针一线织成的呀。 这是老百姓热爱共产党的一颗心啊。 他稳定了一下情绪,指着先前那些火腿等礼品,问卫士这包东西是谁转来的。 卫士说,杨主任告诉我,这是文物局副局长王野秋同志转来的。 信收下,围巾和手套也收下。 毛泽东用低沉的声音交代说,请你把火腿、板鸭、海米交给杨主任,说这些东西作为礼品,回赠给张秀卿这位女工。 由王野秋或郑振夺去办这件事。 卫士按照他的吩咐,包好东西,准备往外走。 毛泽东叫住他,又说,不要走,我要给这位女工回封感谢信啊。 他随手提起笔写道,张秀卿女士去年东城会珍品,极为感谢。 自有博物数件奉上,上其审大为姓。 毛泽东后来在5月21日,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夺在北海团城接见了张秀卿。 握着他的手说,你送给毛主席的礼物,毛主席收到了,主席很高兴,并让我问候你,身体好。 他又指着桌子上的东西说,这是毛主席送给你的,还有这封亲笔信。 张秀卿捧着信,看看桌子上放着的礼品,激动得流下的眼泪。 他说,请您转达,我助毛主席身体健康。 郑振夺说,主席的信让我们收藏吧。 张秀卿说,不给,我舍不得。 你们分享毛主席送的东西吧。 5月16日,毛泽东给周自瑜的第三个儿子周启恶回了一封信。 周启恶,1907年出生于长沙,他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参加过北伐战争, 蒋介石政变后,结甲归田。 湖南和平解放后,他进入西南军政大学学习,后来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南农业厅工作。 他在信中打听,1940年从长沙去延安的姑母周文南的下落,并要求调动自己的工作。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齐恶先生去年十月来信收到, 甚为感谢,去年献名周文南在沈阳人民法院工作。 先生仍以在县地工作为好,虽不过意,由胜于失职者,尚以安心从事,然后徐途改进。 此副级驻康级毛泽东5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 关于海南岛及沿海珠岛占领后的处置方法给广东军区等的指示店。 他写道,广东军区15兵团,兵告中南军区,据苏宇同志5月16日, 至7兵团关于占领周山群岛后的处置称,所有各岛敌支机场、码头、仓库、军营及各种交通、各种建筑设备, 应妥为全部看管。特别敌海岸前沿阵地攻势、副防御设备及纵身要点攻势, 应指派专门部队警备看管,不准破坏。发现群众程系拆毁破坏各种建筑设备, 应予以防范制止,并动员说服服服从我军各项规定。 制匪军侵犯群众利益,摆用木料砖石、修筑工事等, 亦需说服他们,暂时忍耐,待秩序恢复,经我军许可后,在座处理等于。 我们认为这一处置是正确的。海南岛、广东临海中的各岛及沿海岸线, 一应照此处置。过去你们是如何处理的?旺告。 军委5月18日、5月19日,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 由孙继先等指挥第七兵团解放了舟山群岛, 兼敌1.2万人。舟山群岛战役发起于1949年8月, 人民解放军逐步攻占了渤海湾的长山列岛和闽南的东山岛, 最后攻占了舟山群岛。 至此,除台湾和澎湖、金门、马祖岛屿外, 华东地区全部为人民解放军占领。 而后,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 成立了以肃裕为总指挥的前线指挥部, 投入了三个兵团、十二个军, 共50万人的兵力,并一部分海军、空军, 开始了渡海作战的全面准备工作。 计划在1951年春夏之交, 实施渡海作战,解放台湾。 5月20日下午, 田佳英将一份公文放在毛泽东的写字台上, 说是沈阳市政府报来的一份文件。 毛泽东放下手中的笔问道, 沈阳市政府有什么大事啊? 为什么一定要报给我呢? 田佳英说,是这样的。 沈阳市5月11日,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 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在市中心修建一座纪念塔。 毛泽东说, 像这样的事, 他们自己就可决定了。 大不了, 再报给东北局书记高岗同志, 就解决了嘛。 田佳英说, 主席, 您还不知道, 他们要在这座纪念塔上, 住上一座主席您的铜像。 什么? 他们要在纪念塔上, 住上我的铜像? 对。 他们在报告上提出, 请摄影家代摄主席的八寸站向四幅, 寄给他们。 毛泽东有些生气地说, 一服也不给。 说着, 他打开这份公文报告, 一边看, 一边用毛笔批示, 在修建开国纪念塔旁批道, 这是可以的, 在住毛主席向旁批道, 只有讽刺意义, 在报告的上端大笔一挥, 写下, 住同项影响不好, 故不应住。 毛泽东写罢, 严肃地说道, 原件退回。 告诉有关部门, 这是违反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 今后, 谁再做这类事情, 要通报批评。 5月20日晚, 毛泽东致电饶术时并告邓紫辉等人, 他在电文中写道, 饶术时同志并告紫辉, 小平, 德怀, 高岗, 一, 你脱料鲁言带回的口头意见已收到, 都是对的。 其中说, 中央及中裁委的政策方案都是正确的, 但中央的业务机关, 分配给地方的具体任务, 与工作布置有很多太重型不通, 是指一些什么事, 请列举具体内容电告, 以便纠正。 二, 文选编辑者略去, 笔者注, 三, 伺候凡有中央业务机关规定任务方案, 在地方上致爱难行者, 请各区负责同志, 一经发现, 立即电告, 以便改正。 四, 各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 必须亲自抓紧财政, 金融, 经济工作, 各中央局会议, 必须经常讨论财经工作, 不得以为, 只是财经业务机关的工作, 而稍有放松, 各分局, 大市委, 省委, 区党委, 亦是如此。 中央政治局现在几乎每次会议都要讨论财经工作。 五, 此店请转分局, 各大市委, 省委, 区党委。 毛泽东5月20日, 5月21日, 毛泽东为中央起草, 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 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 分局, 各军区党委, 并转各级党委, 一, 随着革命战争的胜离发展, 一年来党的组织也有很大的发展。 据1949年年中的统计, 全国党员总数已达450万人以上, 去年一年内即发展新党员140万人左右。 在党的发展中, 一般都注意了工人成分, 注意了公开的发展, 有的并且注意了在各种斗争中吸收优秀的分子, 所以获得了一定的成绩。 二, 但一年来党的发展工作是有严重缺点的。 一般的说, 当条件不成熟或不完全成熟时, 即开始了实际上是大量发展的行动, 因而没有保证新发展党员一定的质量。 有的则不适当地实行自报公益党批准的建党方法, 放弃了党的领导。 有的则因为党与群众的关系上存在着关门主义, 而错误地认为在党员的发展工作上也存在着关门主义, 并强调提出反对关门主义。 其结果是将一些不够党员起码条件或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的人吸收到党内来, 把党员降低到一般群众的水平。 三, 由于中国革命已经在基本上获得了胜利, 我党已成为全国人民所公认的领导政党。 由于五年来, 党的发展已增加了党员330万人, 其中很多人的思想作风极为不纯, 还没有来得及给予有计划的教育训练。 这就是目前党的发展工作, 必须采取严格审查的方针和稳步前进的办法。 四, 接候发展党的重点, 应放在城市中, 首先是工人阶级, 在三年到五年内要从产业工人中接受三分之一的人入党。 这一任务, 在今天全国胜利的条件下, 是可能与必要完成的。 但必须有一定的步骤, 而且要做许多工作。 首先要加强职工会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与教育工作, 带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提高到一定的程度, 才能大量的, 但同时又是经过个别审查的进行发展党的工作。 在这以前, 应该是也只能是审慎的负责的个别接受。 五、为了保证无产阶级成分在党内有一定的比例, 接后对农民党员的发展应加以限制。 在老区, 党的发展一般的已达到了人口的3%至5%, 还有若干现份甚至到7%至10%, 因此, 接后的任务不是继续发展, 而是如何加强党的教育和调整党的组织问题。 即使说, 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 逐渐地把目前觉悟程度不够的党员, 提高到共产党员的水平, 而对于那些毛病很大, 经过教育又不愿改正的党员, 应逐渐地采取一种适当的方法, 劝告其退党或开除其党籍。 然后, 对于群众中真正的优秀分子, 并经长期工作考验, 证明其却已具备了党员的条件时, 应个别地慎重地吸收入党。 在新区农村中, 目前暂不发展党的组织, 应集中力量在各种斗争中, 组织和教育广大的农民, 发现与培养真正的积极分子, 试图改完成后, 再来进行发展党的工作。 在截后三五年之内, 农民党员以不超过人口的1%为标准。 六, 关于自暴公益党批准的建党方法, 是有缺点的, 这很容易被误解为尾巴主义, 也很容易在实际工作上使党陷于被动。 这种方法以后不应继续提倡和采用, 而以公开建党的口号来代替它。 所谓公开建党, 是指党在劳动人民中间, 应公开地进行关于党纲和党章的宣传教育, 普遍提高他们的觉悟。 在考察一切要求入党的人时, 不仅听取介绍人的报告, 本人的意见及党内的反应, 而且还要采取各种方式, 征求群众的意见, 使党的领导与群众的意见相结合, 才能对被考察者有较全面的认识。 因此,公开建党就必须防止 不重视群众意见或行事的征求群众意见 和放弃党的领导这两种偏向的发声。 公开建党的目的是为了更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 把党放在群众的切实帮助与监督之下, 建设一个有战斗力的纯洁的布尔士维克式的党。 中央5月23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 关于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的指示, 他写道,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委、 各野战军军区党委 一、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 决赛全世界发动签名, 要求尽用原子武器。 此项运动已在欧洲各国 及中国若干大城市展开。 我们应当支持这一运动, 利用这个方法来广泛进行 反对帝国主义和团结国际友人的宣传, 争取有几千万人在《核大宣言》上签名。 二、反对侵略战争, 拥护世界和平, 这是全世界当前的主要斗争任务。 但由于中国县仍处于解放战争中, 由于中国人民对于国际事情不熟悉, 而讲匪特务, 关于世界三次大战的欺骗宣传, 亦因此尚有若干市场。 所以我们在进行反对新战争, 反对原子武器的宣传运动时, 必须注意以下个点。 一、不要简单地讲反对战争拥护和平, 要讲反对侵略战争拥护世界和平。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是反对侵略战争拥护世界和平的伟大贡献。 二、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 但是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全世界人民反对战争, 但是并不害怕战争, 帝国主义以全世界战争吓人, 但是战争真的打起来, 帝国主义必然灭亡。 这是我们关于战争和平问题的全部观点, 必须完全说明。 以苏联, 中国为中间的世界和平势力, 已经超过帝国主义侵略势力, 但帝国主义冒险家是不自量力的, 各国人民必须团结奋斗, 保持警惕, 揭露阴谋, 方能破坏敌人的计划。 三、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杀人的武器, 因此必须禁用。 但原子弹并不能决定战争胜负, 且苏联亦已有原子弹, 因此并不可怕。 四、签名运动是有用的, 表示全世界的和平势力大, 造成侵略分子孤立, 长自己志气, 灭敌人威风。 三、签名运动的领导, 在已设和大分会地方, 由分会负责, 应设而未设者迅速设立, 无分会地方, 即有工农倾覆团体, 与中苏有协负责。 签名运动的时间暂定六、七、八三个月, 人数在以三千万为目标, 步骤是由大城市而中小城市而乡村, 由有组织群众、工厂、部队、 学校、农协而无组织群众。 方式由各地按具体情况自行选择, 但必须在事前事后, 研究群众的思想动向, 决定宣传内容, 防止特务造谣, 严禁强迫命令。 四、北京和大委员会, 绝派肖三、爱卿、 赵仲迟等同志, 去护、杭、宁、 汉、 长沙、 广州、 西安各地做旅行讲演, 并循式工作, 除保卫世界和平的工作外, 兼及各地中苏有协工作与文艺工作, 妄语协助。 中央五月间, 中央军委遵照毛泽东人民解放军, 应在1950年复原一部分, 保存主力的指示, 在北京召开了由总部、 军兵种领导人和军区参谋长 以及部分军师参谋长参加的全军参谋长会议, 会议由聂荣贞主持朱德讲了话。 此时, 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经达到了550万人, 而解放战争已经接近尾声, 恢复国民经济, 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好转, 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 经中央军委毛泽东批准, 确定分期分批复员或转业百余万人, 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全国陆军统编为国防军和公安部队。 中央军委成立公安指挥部, 统一指挥全国军事系统中的公安部队和属于政府系统的人民警察。 参谋长会议还明确了各级司令机关的地位, 职责和编制, 制定了司令部工作条例, 加强了参谋人员的培训, 使司令部工作逐步实现正规化。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 李银桥从报上看到中职机关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招生的启示, 他对毛泽东说, 主席, 我想上学去。 嗯, 毛泽东抬头看了他一眼, 问道, 到哪里去上学啊? 中职机关干部文化补习学校。 上学是件好事, 不过, 你非要心再去吗? 听得出来, 毛泽东有点不愿意。 可李银桥坚持说, 我今年都二十三岁了, 再不上就没有机会了。 哦, 二十三, 嗯, 是不小了。 毛泽东沉溢了一会儿, 终于说, 那好, 你去吧。 李银桥多年来与毛泽东朝夕相处, 可真的要离开了又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 他低声说, 主席, 我去学完了再回来。 好啊, 随时欢迎你回来。 毛泽东立刻高兴起来。 李银桥拿出一个本子, 说是请毛泽东提个词留念。 毛泽东提起笔, 想了想, 写到努力学习, 学好后再做工作, 为人民服务。 李银桥带着毛泽东的期待, 满心欢喜地去上学, 可他到那一看, 大失所望, 这哪里是什么学校呀? 只有一个大院子, 既没有课堂, 也乱哄哄的。 他在那里待了一个星期, 便回到了毛泽东身边。 毛泽东高兴地说, 回来好啊, 回来继续工作。 自此以后, 毛泽东便常常把卫士们和警卫部队战士们的学习挂在心上了。 5月24日, 毛泽东在张世昭向他推荐, 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李银桥的信中批示道, 请周, 及周恩来, 笔者助, 卓办。 张世昭指见此一人, 肆宜用之。 他又在李银桥的自传上, 写了一段批语, 李自卫已66岁, 有七世之类, 无而可依, 觉悟前非, 力图网盖, 精力尚能做事, 希望给予一工作。 5月27日, 毛泽东给在乡乡县刚刚上任三个月的县长刘亚南写了一封信。 原来, 毛泽东在不久前接到文韵昌、 文健全、 文梅清、 文南松四个表兄一封联名信。 他们在信中说, 乡下的土改有问题, 干部执行政策出现, 左的偏差和工作过粗的现象, 对地主的批斗态度厉害了一点, 把一些不够化地主成分的人也化成了地主。 再就是打人违反了土改法。 这些做法不妥, 要及时纠正。 另外, 他们还在信中提出文家生活困难, 请表弟帮助解决生活所需, 或只是当地政府给予救济。 毛泽东反复看了这封信, 心里很清楚, 乡下土改工作是有一些问题的。 但是, 有没有文家兄弟所说的那么严重呢? 文家兄弟都是贫农出身, 却如此同情的父为帝父开脱, 这是立场、 原则问题, 应当批评教育。 不过, 事情还未弄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得先写封信给乡乡县长, 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于是, 他就在给刘亚南的信中写道, 亚南同志自有乡乡四都文士兄弟四人来信, 附上请你看一下。 他们对当地区乡政府的工作有些不满意的话, 为之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假如可能的话, 请你派一个同志去调查一下, 以其结果告我。 文士兄弟都是贫农, 信上则替地父说话, 是何原因? 一请查明告我。 至于文家, 我的旧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劫, 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兆, 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 不能给予特殊救济, 以免引起一般人民的不满。 此处健康毛泽东1950年5月27日, 由亚南在1950年6月初接到了这封指示信, 他捧不再三, 仔细揣摩信中的意思。 他又抽出文家兄弟联名写的那封信, 看了半赏。 他心想, 在乡乡县有不少来自北方的南下干部, 把北方土改中一些做法带到南方来, 以至于在工作中出现一些偏差, 虽然已经纠正了一些左的做法, 可还有一些干部, 为了尽快掌握基层政权, 有点急于求成, 给各个乡、村、保规定指标, 要画出一定数量的地主。 但不管怎么说, 土改的成绩还是主要的吧, 何况文家兄弟都是贫农, 他们怎么会替地赋说话呢? 于是, 刘亚南按照毛泽东的指示, 派了两名机关干部到唐家墩所在的石成乡调查土改情况。 他自己也亲自下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 原来, 石成乡的自然条件属于穷山恶水, 土地贫瘠, 很少有什么大户覆户。 而在唐家墩墩点的石成乡土改中心组组长, 是乡乡四区区政府的刘秘书, 此人系地主家庭出身, 解放前当过乡长, 为了掩盖他的历史, 表现其革命性, 就伪装积极。 他以为越所越好, 越所越革命, 就在化成分时, 把一些不够条件的人也化成了地主。 除了曾经当过国民党师长的贺瑞廷被化为地主外, 家境稍好的农民钟瑞南、 刘国坤等人也被错化为地主、 富农。 钟瑞南、 刘国坤等人找到文家兄弟, 连练教区, 请求为他们说话。 文韵昌对本地的情况是清楚的, 他知道刘国坤虽然当过伟保长, 但财产很少, 家境并不宽裕, 尤其是钟瑞南, 家里很穷, 仅仅是人懒一点, 不大做功夫, 也被化成了地主。 文韵昌和许多旧知识分子一样, 性情憨直, 心地善良。 在亲朋的恳请下, 他几次出面, 为错华的的附说情, 甚至干预当地政府的工作, 因而与基层干部产生了严重对立。 此时, 据唐家针不远的另一个区, 有位姓霄的地主, 在当地有许多劣迹, 镇返时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 关在县城死囚房里等待执行。 肖家因过去与文家有些交往, 也知道文韵昌与毛泽东的关系甚为亲密, 便送来一些酒、肉、鸡之类的礼物, 还抬来一顶部轿, 请文韵昌去说情。 文韵昌开始还说些推辞话, 但他经不住肖家人的阿谀奉承 和软炮硬膜, 耳朵软了, 就坐着那顶轿子去了区公所。 常言说, 国法大如天, 无论文韵昌怎样说情, 区公所应是不肯放人。 文韵昌面子上过不去, 就在区公所说了些出格的话, 引来许多人为官。 区里的干部看他年纪大了, 再三劝阻, 文韵昌却是越说越起劲, 越说越火大, 尽开口骂起人来。 区干部一时兴起, 管你是什么黄金国妻, 扰乱公务, 就把你抓起来。 于是, 不由分说, 就把文韵昌关进骨仓里, 禁闭起来。 有一位女副局长, 担心把事情闹大, 便去和文韵昌谈话, 对他的言行, 进行了批评教育, 好说歹说, 直到把文韵昌说得低头认错为止, 方才把他放了出来。 那个被关押的性肖的地主, 身怀绝技, 掌握了不少祖传秘方, 看病很有一套。 这时候, 有一位干部得了重病, 县医院虽然全力抢救, 也是回天乏力, 眼睁睁地看着他, 就要撒手吸去。 有位干部提出, 不妨让姓肖的死囚犯看看, 病急乱投医马。 于是, 肖某被带到病房, 给病人把了卖, 开了厨房, 其中有蜈蚣之类的剧毒药。 许多人认为, 这个阶级敌人是有意报复, 他开的方子吃不得。 唯有那奄奄一息的病人表示, 管他是什么药, 都要吃。 没想到一剂药下肚, 果然奇迹出现, 病情大为缓解, 三剂药服完, 并几乎好了。 人们无不惊叹。 人民政府对于那些有悔改表现, 又掌握有造福人类的某些机能的犯罪分子, 总是给予重新做人的机会, 予以宽大处理的。 肖某正是这样一个幸运者。 由此, 他被改判死缓, 又因服刑表现好, 改判为有期, 以致减刑提前释放。 文韵昌兄弟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 因之对此事在认识上产生了误差, 以为是文韵昌闯入公堂的结果。 自此, 文韵昌又把女副区长的批评当成了耳旁风, 常常为人民不平, 是有包打天下的惊人之举。 正当文韵昌有些自明得意的时候, 石成乡副乡长毛提臣找到他说, 石成乡的图改比较左, 但自己不敢向南下干部反应。 文韵昌觉得, 再向当地政府说什么也是白说, 不如直接上书北京, 向润之表弟告欲状。 于是, 他找来文建权、文南松、文梅清三人商议, 三人公推文韵昌直笔, 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信。 牛亚男通过调查研究, 掌握了图改工作中的第一手材料, 遵照毛泽东的嘱托, 立即将图改的成绩和问题, 以及整改的措施, 写了一个详细汇报材料, 寄给了毛泽东。 5月29日, 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对西南局 关于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条件的批复。 西南局在5月27日报告中央的 关于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条件中, 是这样写的, 中央接中央17日电后, 我们即着手研究, 限题谈判, 条件如下, 一, 西藏人民团结起来, 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 西藏人民, 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 二, 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 三, 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 维持原状, 概不变更。 某某喇嘛活佛之地位及职权, 不予变更, 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四, 实行宗教自由, 保护喇嘛寺庙, 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五, 维持西藏, 现行军事制度, 不予变更。 西藏现有军队, 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 六, 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 文字和学校教育。 七, 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 改善人民生活。 八, 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 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 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 九, 对于过去亲英美核心国民党的官员, 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 不进行破坏和反抗, 一律继续任职, 不咎既往。 十,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 巩固国防。 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 人民解放军的经费, 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攻击。 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 以上十条请审查。 我们意见, 这十条全文作为秘密谈判, 不宜全文公布, 以免帝国主义捣鬼。 但可将这些内容分别地在广播中解释。 如果谈判不成, 需要战斗进军, 只要在三、五两条文字上略加修改, 精神不变, 就可作为公开宣布的约法十条。 毛泽东在给西兰局的批复中写道, 西兰局并告西北局西兰局5月27日发来的 与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条件。 除第八条墓具, 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 应改为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外, 于均同意。 所提此项条件暂不公开发表, 但可将其内容分别地在广播中做适当解释的办法亦可同意。 中央1950年6月3日, 宋庆龄在上海因病不能到北京开会, 致信毛泽东, 他写道, 毛主席在京畅领党论, 深感万分愉快。 告别以来, 疏忽二旬, 想您最近身体健康, 审判及时珍重, 做充分休息。 我反护后, 即着手筹备救济总会宣传部工作, 因世属创举, 不得不周详计划, 心息从事, 客无侠轨, 至最近救济复发, 正在诊治之中, 故本月孔卫克来经开会, 上席见谅。 私付上由美国转来之斯诺先生韩一峰, 即请查收。 我对渠最近之思想是否正确, 一时无法真知, 因久未乐器著作, 故不亦一策。 如有富含, 我可代为转记。 此至敬礼。 宋庆龄毛泽东得知宋庆龄身体有病, 叮嘱上海市委领导前去探望。 6月6日, 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 建国后第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七届三中全会。 毛泽东在会议上做了题为,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 他在报告中, 实事求是, 全面而科学地分析了建国以来的国内外形势。 关于国际形势问题, 他说,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的中苏条约, 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 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放手地和较快地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 一方面又正在推动着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反对战争和压迫的伟大斗争。 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和平民主力量, 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 新的世界大战是能够制止的。 关于国内问题, 毛泽东说, 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 即一, 土地改革的完成, 二, 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 三, 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俭。 要争取这三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 大约需要三年时间, 或者还要多一点。 全党和全国人民, 均因为创造这三个条件而努力奋斗。 我和大家都相信, 这些条件是完全有把握能够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其实现的。 到了那时, 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了。 为此目的, 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一致团结起来, 做好下列各项工作, 一, 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 二, 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 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 三, 在保障有足够力量, 用于解放台湾、 西藏, 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之下, 人民解放军应在1950年复原一部分, 保存主力。 四, 有步骤的谨慎地进行, 就有学校教育事业和就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 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 为人民服务。 五, 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 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 必须继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 六, 必须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 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 必须认真地开好, 足以团结各界人民, 共同进行工作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七, 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 特务、 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 守恶者必办, 携从者不问, 立功者受奖。 八, 坚决地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组织的指示, 关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指示, 关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指示, 关于全党整风的指示。 这一天, 毛泽东还发表了重要讲话, 其中一部分内容是对他的书面报告做了说明, 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主张。 全文如下, 七届二中全会以来, 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胜利, 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胜利, 也是十月革命以后一个带世界性的大胜利。 斯大林同志和许多外国同志都感觉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 我们有许多同志, 因为在这个斗争中搞惯了, 反而不那样感觉。 关于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 我们还要在党内和群众中间做广泛的宣传。 在伟大胜利的形势下, 我们面前还有很复杂的斗争, 还有许多困难。 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一一六千万人口的地区, 完成了土地改革, 要肯定这个伟大的成绩。 我们的解放战争, 主要就是靠这一一六千万人民打胜的。 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 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 今年秋季, 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一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 开始土地改革, 推翻整个地主阶级。 在土地改革中, 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 第一, 帝国主义反对我们。 第二, 台湾、 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 第三, 国民党残余、 特务、 土匪反对我们。 第四, 地主阶级反对我们。 第五, 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 以及我们接受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 反对我们。 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要同这些敌人做斗争, 在比过去广大的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 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 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同时, 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 这种改组是必要的, 但暂时也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 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 许多人对我们不满。 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 他们惶惶不可终日, 很不满。 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 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 在大部分农村, 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 又要收工粮, 农民也有意见。 我们当先总的方针是什么呢? 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 特务、土匪、 推翻地主阶级、 解放台湾、 西藏、 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 为了孤立核打击当前的敌人, 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 这件事虽然现在有困难, 但是我们总要想各种办法来解决。 我们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 使工厂开工, 解决失业问题, 并只拿出21斤粮食, 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 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 我们实行减租减息, 剿匪反坝, 土地改革, 广大农民就会拥护我们。 我们也要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 维持他们的生活。 对民族资产阶级, 我们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 调整税收, 改善同他们的关系, 不要搞得太紧张了。 对知识分子, 要办各种训练班, 办军政大学, 革命大学, 要使用他们, 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 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 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 就是那些唯心论者, 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 他们讲上帝造人, 我们讲从原道人。 有些知识分子老了, 七十几岁了, 只要他们拥护党和人民政府, 就把他们养起来。 全党都要认真地, 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 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把小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 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 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 不要把他们推开。 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做斗争, 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 要向干部讲明这个道理, 并且拿事实证明, 团结民族资产阶级, 民主党派, 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对的, 是必要的。 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 过去是我们的敌人, 现在他们从敌人方面分化出来, 到我们这边来了, 对这种多少有点可能团结的人, 我们也要团结。 团结他们有利于劳动人民。 现在我们需要采取这个策略, 团结少数民族很重要, 全国少数民族大约有三千万人。 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 是一件重大的事情, 必须谨慎对待。 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 急了会出毛病。 条件不成熟, 不能进行改革, 一个条件成熟了, 其他条件不成熟, 也不要进行重大的改革。 当然, 这并不是说不要改革。 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 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 是可以改革的。 但是, 这种改革, 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 没有群众条件, 没有人民武装, 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 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 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 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 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 总之, 我们不要四面出击。 四面出击, 全国紧张, 很不好。 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 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 有所缓和, 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 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 使工人、 农民、 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 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 这样一来, 国民党残余, 特务, 土匪就孤立了, 地主阶级就孤立了, 台湾, 西藏的反动态就孤立了, 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 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 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 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刘少奇, 陈云, 周恩来, 聂荣真也分别在全会上做了关于土地改革, 财政经济, 外交与统一战线和军队整编问题的报告。 在会议期间, 毛泽东在中南海驻地约见了卢汉。 宋任琼作为云南省委书记陪同会见, 这时他与毛泽东分别14年后, 重新见到了自己的领袖。 毛泽东和卢汉寒暄后, 高度评价他毅然率不起义, 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 称赞他此举减少了因战争带来的损失, 为人民解放军进入云南创造了条件, 为提前结束西南战役做出了积极贡献, 为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毛泽东还对卢汉和宋任琼说,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 位置很重要, 你们双方要搞好团结, 密切合作, 有事多商量, 共同把云南建设好。 谈话结束后, 宋任琼送走卢汉, 去找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聊天。 不一会儿, 毛泽东派人来把他叫了去。 毛泽东说, 十多年不见了, 我们也聊聊嘛。 接下来, 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省, 上层知名人士也不少, 有当过内阁总理的李根源, 有龙云, 有同我们打国仗的杨池生, 姬汉鼎, 还有一批著名的工商界人士, 和少数民族投人, 你们在云南, 一定要注意掌握好政策, 特别是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会议期间, 毛泽东又召集素育、 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 彭德怀研究解放台湾的问题。 素育汇报说, 据最新敌情同胞, 台湾守军兵力增加到40万人。 我解放台湾兵力亦应相应调整。 我们原计划集中三野全军攻台, 以第九、第七兵团为第一梯队, 其余部队为第二梯队。 目前三野全军约50万人, 其中战斗部队30万至38万人, 和敌人相比不占优势。 建议军委从其他野战军抽调三至四个军投入, 使攻台作战更有把握。 毛泽东问蒋介石这些兵是从哪里跑过去的? 素育说, 四野解放海南岛, 驻海南岛7万将军逃到台湾, 中山群岛12万将军也撤到了台湾。 50万大军攻台基本上都是陆军, 过得去是个大问题, 单靠海军舰船运送是不够的。 我算了一笔细账, 每人在船上占的面积约0.6平方米, 加上武器装备和物资, 约需船只76万吨, 也就是千堆以上的船只575艘。 第一梯队以6万人计算, 每艇在25至30人, 需要登陆舰2000艘。 目前征集到的船只还不到一半, 第二梯队及预备队都还无船可乘。 建议中央统筹建造足够的渡海运输舰船, 并把华东、华南、华北、东北沿海船只统一编成几支运输船队。 毛泽东点点头, 说你这张算得很细, 很具体。 海上运兵确实是个大问题。 他转对周恩来说, 这个问题要很好重视。 素玉佑说, 鉴于解放台湾之战, 已不仅是三野部队参加, 建议中央派刘博成同志或林彪同志主持攻台。 鉴于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 短期内难以解决渡海舰船, 建议攻台作战推迟一些时间, 却有把握在行动。 周恩来说, 海上作战和陆上作战大不一样, 受气候、风浪、潮汐影响很大。 我们在这个方面缺乏经验, 金门之战有深刻教训, 没有足够船只, 不能急于求成。 素玉听他提到金门之战, 激动地站了起来, 说金门作战的教训在于没有充分准备, 根子在于骄傲轻敌。 由于轻敌对蒋介石垂死挣扎的顽固性认识不足, 由于轻敌对敌情侦察不细, 由于轻敌对海战特点没有和好研究, 由于轻敌在运兵船只明显不足的情况下, 便发起进攻。 金门之战教育了我们, 攻台之战没有充分准备, 不应轻易发起。 毛泽东示意肃语坐下来, 他说, 肃语同志提出的攻台指导思想充分准备, 却有把握后再行动很好。 所提三条建议, 两条很好, 增加攻台兵力和统筹建造船只, 中央和军委要专门研究部署。 毛泽东转向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 彭德怀, 问道, 你们觉得怎么样? 他见大家没有异议, 接着说, 第三条建议, 泰博城或林彪主持台湾战役, 中央不采纳, 解放台湾之战还是由你肃语来指挥, 中央和军委信任你。 刘, 周, 朱, 彭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就说, 好, 我正式宣布解放台湾之战仍有肃语指挥, 现在要加紧准备, 没有绝对把握不发兵。 6月9日, 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做了总结报告, 七届三中全会鉴于王明迟迟不协检查, 通过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 决定中写道, 全会认为, 王明同志至此时为止, 对于他过去所犯的错误是拒绝反省的, 对党中央所采取的态度是不诚恳的, 对不遵守二中全会决定, 向政治局写声明书的行为是无纪律的行为, 因此, 三中全会决定, 王明同志仍应执行二中全会的决定, 对于他在内战时期及抗日时期所写的各种文章, 小册子和其他文件中所犯的原则错误, 做一次深刻的反省, 借以证明他自己是深刻的认识了并承认了自己所犯的错误, 而在思想上行动上真正有所改正, 王明因在天津视察工作没有参加七届三中全会, 7月30日, 中央办公厅把全会文件转给他后, 他才看到了这一决定, 8月17日, 王明给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写了一封信, 表示准备在病情允许和工作安排好之后写声明书, 要求中央给他提供相关资料, 并征求完成实现, 他强调, 由于各种原因, 写好声明书需要相当久的时间, 8月18日, 毛泽东在王明的信上批示道, 刘、 周、 朱、 人、 上昆月, 王明的声明书, 应在11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开会以前写好, 并送交政治局, 王明的笔记本及武汉时期的报纸, 请上昆清查是否有保存, 以上两点, 由上昆口头通知王明, 毛泽东8月18日后来在9月上旬, 王明突然向中央提出了要去苏联治病的请求, 党中央和毛泽东考虑到他确实有病, 在同苏联方面交涉获准后, 同意了他的请求, 1950年10月25日, 王明和他的夫人孟庆树, 两个孩子王丹芝和王丹丁, 以及中央派遣的保健医生陈峰宇, 保姆陈启珍, 一行六人, 在警卫秘书田书员的护送下, 由北京乘火车出发, 经东北去苏联, 他在苏联一待就是三年多, 于1953年12月9日回到国内, 继续在法治委员会工作, 仍然不提携检查的事, 1954年4月, 他的旧病复发, 住进了北京医院, 死后一直在静心养病, 再没有工作过, 1954年9月, 第一届全国人大决定, 将政务院改名为国务院, 并精简调整撤销了一些部委, 法治委员会也在撤销直列, 自此, 王明在政府中, 再没有担任任何职务, 1955年10月, 王明在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前, 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请他转交中央, 称自己因病不能出席, 并主动提出因长久不能工作, 请求中央解除他中央委员的职务, 中央批了他的假, 但并未撤销他中央委员的职务, 王明再次提出去苏联治病的请求, 经中央同意, 他和夫人、孩子、保健护士、 警卫员、保姆一行, 在1956年1月30日从北京乘飞机出发, 于2月1日抵达莫斯科, 中央后来还专门派了两名真酒大夫, 傅苏达半年之久, 协助苏联方面给亡灵治病。 预知七届三中全会后, 毛泽东有何重要活动, 且看下一张介绍。 东方盟约从四面八方思想的产生到 不要四面出击战略、策略的提出, 可以说毛泽东在革命胜利后 保持了最清醒的头脑。 相比之下, 党内那些高级领导人的 右的思想和左的倾向, 无疑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正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 全国的工商业得到了合理调整, 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 据统计, 1950年工农业总产值 比1949年增长了23.4%。 其中, 工业增长36.4%, 农业增长17.8%, 粮食增长16.9%。 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状况 有了很大改善。 即使在这一年, 又出现了在极端困难条件下 出兵抗美援朝的重大战事, 国家的财政从1951年起 也依然做到了收支平衡, 且略有结余。 到1952年, 依然是在战争的条件下, 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10亿元, 比1949年增长了77.5%, 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36年 还高出了20%。 在三年内, 恢复国民经济的目标 终于胜利地实现了, 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成就。 巨大的解决